主料,黑木耳100克,丝瓜一条,鸡蛋一个,主量,红色彩椒0.25个,蒜蓉一勺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餐人数,1-2人,鸡蛋打散,加入少量盐,锅内热油将蛋炒香备用,泡拔黑木耳切小块,红色彩椒切小块,丝瓜去皮,切成滚刀片,锅内热油, 放入蒜蓉及黑木耳斑炒,再下入丝瓜及红椒,下入适量盐翻炒,炒至丝瓜及红椒熟,用水淀粉勾锡切,临出锅的时候,放入事先炒好的鸡蛋,放入少量鸡精调味,烹饪技巧,临出锅的时候,放入事先炒好的鸡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